超課料理 沒這麼總的還可以擋 好那我們直接開始囉 開始囉 那我們今天雞腿的時候 鍋子雞腿一定要熱 雞腿在煎之前 我們已經有先用胡椒鹽巴 稍微抓煙過 然後我們在煎的時候 下油量不要太多 因為我們用果粉 你果粉煎的話 你先用多一點油量 因為你不果粉 直接用自動的感覺 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油量 那果粉其實就挺抗的你 對 而且它吃起來皮都很脆 那我們在煎的時候 要注意先把皮子裡面先煎過 煎到讓上色會脆 你要試試看 這廚飯是一門煎熬的事情 因為你在旁邊就很準 因為你在旁邊就很準 那一隻薄餅 那一隻薄餅 齁 這下料理應該都有我來做 因為我可能從半程度 到半程度 當然正常快可做 設計是 我要把它煎熬而已 還好在這邊的時候 你只要露上去 貼著你鍋面 就盡量就要去弄它 因為你弄它之後 它是鍋面的硬核度 失去了 它現在就不會那麼出醉 但這間的鍋子 既有我會釋放出來 所以我現在現在說 它小心它會 我把我推到你 可以吃 好 好 所以 烤肉料理小笑 自己要呼籲大家 拜託大家 趕快留言好嗎 我們可以誤動一下 想吃什麼料理 直接在下面留言 你有球 我們就避易好不好 打在留言下方 我們通通會把你看在眼裡 那我雞肉現在大概也分熟了 這時候輕輕的 畫面的鍋子 它肉跟鍋子 不會黏在一起 它代表它有時間到酥脆 這時候翻面 一碗面稍微的 金黃酥脆 喔 金黃酥脆 這個我就可以直接吃了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本菜是美好的 對 本菜是美好的 所以我們這個肉是健全熟的 所以我們這個肉是健全熟還半熟 你要先半熟就可以了 半熟就可以了 對啊 因為我們大家需要用長車去噴它 如果太熟的話 噴完之後會輸液液狀 口感很好 好那接著我們肉煎好了 就先備用了 鍋裡面現在還有一些雞油 記住不要倒掉 這都是精華 我們用來炒其他的一些蔬菜 那我們先從我們的洋蔥開始 好 好 大家大家記得 我們現在有分享過 在煮洋蔥的時候 炒蛋稍微軟化 稍微上色 它的甜味香冷 然後就釋放出來 你看到來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想到 要怎麼切洋蔥才不會給肉煎 好那我自己親自有試驗過 就是你在切洋蔥的時候 在你翻版前方 放一碗筍 就比較不會韓 其實它不是騙人的 油油變多而已 其實應該是說你在切的時候 切法很重要 不要太大力去擠壓它 順利切 它比較不會釋放它 那個刺激的肌 然後我們現在用來軟化 有點稍微上色 然後恰恰恰 這樣我們香料 就可以醃 稍微拌一下 把它味道煮出來 然後接著下午吃了 火鍋 我發現家裡面 如果準備一些越過夜行 然後用 不像會不會多火車 然後一片就好 不要像我媽媽上次 我一片要用越過夜 應該是被控錶錶吧 還在控錶錶 然後稍微炒過之後 像我們煮菜料 明明所為 橄欖菜 用菜它熟的時間會比較快 所以只要拌到半炒完之後 折個一下 現在我們這一鍋 好吃的東西做好了 那接下來這四個是要做什麼東西咧 我現在要教阿嬤沒有教你了 有沒有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吃這種鍍鍋 或是龍湯類的東西 它是呈現的濃縮狀 很多人都以為說 是用泰白粉或是英文去勾芡 沒有人這麼做 但是我今天要教大家 是一個非常正道理的做法 就是用奶油來炒麵 哎呦 吃西餐炒麵 我這一鍋一定要把它學 話不多說什麼 我們現在開始了 然後我們剛剛用鍋子 然後現在用來洗鍋 一樣把金黃都放在這裡面 然後我們炒出來到麵糊的時候 要用小火 在你鍋子不是熱的情況之下先下你的 奶油 原來阿嬤的古早味 不只加太太冷 其實多熱情而已 這類似的 那你的奶油稍微化開之後 倒入麵糰來 那個奶油下去也是很治癢 然後記得喔 在做炒麵糊這時候 果千萬不能炒 鍋子只要微熱就可以了 連前面這個狀態 就會容易讓它 那表面要炒回它 然後翻開 所以炒麵糊子的口要小 對 也會烤鍋這些很重要 對 沒錯 今天要洗鍋站過來 他有替電啊 他會替電要炒給我 然後現在路上來了 麻煩你會開始一個人冒冒 麵糊炒起來就是要吃的感覺 一直去攪拌它 才不會剪顆粒 這已經有辦法變白了對不對 他已經算已經熟成了 把它煎可麗餅 這次的吧 然後這時候 稍微關火一下 然後像 下了蜿茄高湯 然後300cc的水 這個就是開火了 然後稍微攪拌一下 把它打均勻 像什麼做法這個時候 比較剛剛一點 對 沒錯 但是 麵糊汁比較主動 比較沉濕 然後水現在稍微已經燒熱了 這時候像你先留 這個蘋果是等下放到甜點嗎 你不能說你不要好 在西餐裡面啊 很適合用水果去改變 這道菜的味道 然後多一個紅香 然後我們今天選用蘋果的 所以燉完之後 我加進去 剛剛門個一分鐘 釋放蘋果的味道 可以打成這樣 然後直接加西食粉 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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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食粉 多一點 多一點 其實也無法嘛 因為吃起來味道比較足夠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說 度度越越高啊 它稠度就會慢慢出來 而且稍微有一點點微微的稠狀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下了調味 我以為你要把它吸食 好 開心等一下 剛剛我們肌肉有糖果味啊 所以我們的研發 主要用盤子一匙 然後用糖一樣 用盤子一匙 然後用盤子一匙 然後現在霧上來了 它稠出來不出來 大概到這這樣稠過就完成了 就可以倒到糖果裡面去 好的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的材料 都倒到糖果裡面去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蒸鍋 準備開始用蒸啊 一杯水 不多不少剛剛好 是的 然後接著把糖果放進去 那不能放來 拿下我的蓋子可以嗎 嗯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蓋子今天有點不一樣 對 我發現不一樣 就是我沒有蓋子 什麼 我剛才已經把它摔破了 那沒關係 我阿嬤也有教我 我跟你講阿嬤阿姿會真的厲害 我看這塊沒有 好不好 盤子家裡面有盤子也可以用 就是蓋著就好 相信我 這樣可以 對 差10mm好不好 我們也絕對可以 然後再三鍋蓋 我們一杯水的時間大概就是30分鐘 然後就整30分鐘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的 那我們時間到尾 從電鍋把它拿出來了 這時候我們放在烏火上面 稍微加熱一下 因為你別忘了我們還有蘋果沒放 終於等到了 然後把蘋果放進去 燜煮了一分鐘 阿嬤我的蓋子呢 阿嬤的這個 阿嬤的壁 他們就出來了 來來來來來 阿嬤幫我放 來來來來來來 完美 剛好 完美 大概一分鐘囉 先開囉 唉唷 來來來來 逆砍砍 我們熟路剛好 要示範的味道 這時候做你就最漂亮 來 我們等一下請阿嬤來幫我試試看看 喔 超級豐盛 嘿嘿 今天的主角就是我的雞 喔 吃好雞塊 太誇張了 沒有吃過 又喝的雞喔 也放到嘴巴裡面 它整個化開 像一般我們在吃這種燉菜有沒有 蔬菜的話 比較喜歡吃 有口感 所以這個小橄欖 厲害了 真的 燉菜的話 一定裡面要搭配小橄欖 它都有它的口感 喔 很快漂亮 那我們今天這個奶油燉機都完成了 裡面的食材其實非常非常豐富 有蘋果還有橄欖菜 還有其他蔬菜 蘋果裡面的甜味 剩下的蔬菜 還有其他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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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歡迎到我們Youtube 按讚 訂閱 分享 再開啟你的小鈴鐺喔 嘿嘿嘿 等一下 還要記得喔 如果有喜歡的料理 或是有學府味的料理 匆匆版的留言 你留在下面 大軍哥都會想辦法教你做喔 跟著他會消 料理好輕鬆 明天見喔 掰掰